百年时上星 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 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 带最好的翡翠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美国海军空军基地珍珠港 美国方面怒不可遏 立刻向日本宣战 台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美军和日军在台平洋战争上除了正面作战外 还不断在进行着情报战 并且两国军营情报被窃取而吃过灰 所以美国为了保证几方情报的安全 决定招募纳瓦霍族人担任情报院 纳瓦霍族是美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也是美国印第安居民集团中人数最多的一只 由于这个民族使用的语言非常特殊 并没有文字记录 而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来延续 且纳瓦霍族的语言发音怪异 就算是同一个词语 用不同的语调念出来也会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以纳瓦霍语作为情报传递的载体 就算情报被泄露 敌方也无法破解 这种语言后来又被称为纳瓦霍民族 1942年5月5日 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训练 29名纳瓦霍族人成为了美军第一支少数民族情报部队 美军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风雨者 他们通过自己的语言传递情报 让日军就算截获了情报也根本不会破解 美军因此争得了不少战役的主动权 后来日军开始四处捉拿风雨者 美军便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个警卫人员 风雨者情报员是世界上最稀缺的兵种 且无法培养 但就是这29个人却拯救了千万美国士兵的性命 中国古代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以窥见归房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兴趣的朋友 感兴趣的朋友